大批警力進到遠雄海洋公園搜查 每間廁所都不放過 連販賣機也一一翻開來 只要能藏遞東西的位置 都仔細檢查 全員員方在十七號公用信箱 收到恐嚇信件 我下面路有人避遠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接到恐嚇信 明天才會在正式開院 購買門票的部分 我們都是全額退費做處理 為了確保安全員方 在第一時間通報警方 並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在五間十一點三十分 就將剛入園的兩百位遊客疏散完畢 折點辦員工也全數離開園區 人員撤離後 警方再度全面清查 確保園區內安全無余 但到底是誰發出信件 警方也同步搜證 手法案語氣都雷同 懷疑發信人就是曾經來台念書的中國籍張信大學生 不僅海洋公園受到威脅 夏季人潮眾多的澎湖水族館也在同一天受到恐嚇信 而平通海生館更是十六十七號連這兩天都收到信 聲稱要放置遙控炸彈 嫌犯目標都是鎖定遊客眾多的旅遊景點意圖製造恐慌 警方也將持續加強維安巡邏 確保旅遊熱點的安全 華視新聞 張憶君 李鴻傑 消息首 綜合報導